这里是我金乌珠的军营 我想把你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 如果有一天想把你丢出去尾豺狼 便就是我一句话 宇文绪政 你的命是在大宋丢的 是四太子救了你的命 给你衣服穿 给你食物吃 难道你们这些宋人 不知道什么叫知恩图报吗 国在家在 国破家亡 我宇文绪中早已将生子置之度外 那这又是什么 我不过是家中有些事物放心不下 自家魂返大造 为事念家母孤苦伶仃 又有许多书画骨器 军师啊 看来这位先生 只是惦记着家中的书画骨器罢了 迂腐 连命都没了还惦记这些东西 这正是你们金人 和我们宋人之间的区别 说来听听 说来听听 身思有名 自家魂返大造 别武千挂 为事念家母孤苦伶仃 家中还有许多书画骨卷 万不得已 先弃资重物事 其策弃一倍 再弃书策卷折 最后弃骨器 若是遭逃书人 若是遭逢辱人 不得唐突 需报骨器自尽 宁死 不可受辱 人生皇帝当年不听劝言 不能深殉社稷 便免不得受辱 此刻为大宋臣子的智戒 好 好一个深殉社稷 军师 从今日起 给我天天派人看着他 我倒要看看他 如何不得受辱 遵命 太子 为什么对这个宋服如此关心 南朝有句话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他可以让我更了解宋人的文化 似乎 不得的 好 让你细战不苗 神经病 找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开门 快开门 开门 奸臣贼子 你们想到法呢 我们来替天行的 昏君还不束手揪心 苗佛 刘志愿 你们夜闯朕的寝宫 该当何罪 皇上还是不要妄动得好 你 你们这算什么 算什么君臣知道 你 你当着我们的面 说什么讨烟云赢二胜 如今只知道逃跑 正要算什么君臣知道 朕怎么想 岂是你们这些人 能够了解的 是吗 这叫教兵之计 你一代将军 没读过孙子兵法 不知道什么叫做 兵不厌价吗 放开我 哼 相信你这些鬼话的 只有康吕和王渊 如今他们已经人头落地了 你是不是要跟臣子们说句真话 说句良心话 这话 我 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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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吗 有过教岳飞的 恭恭敬敬地给你上折子 要你下旨过河赢二胜 可是你还把他的好心 当成了驴肝肺 还让他谢家归田了 赵构 你就别妄想了 我们俩可不是岳飞 我们俩是不来则已 既然来了 就跟你表个明白 听咱的 什么都好说 不听咱的 就让你白刀子进 轰刀子出 不让你石头缝里栽花 做这儿赔本商业 你这当皇帝的 只知道白天吃喝拉撒 夜里抱着光屁股的女人睡觉 你知道这宫里的文文武武老老少少 我多少是要你送去凌迟三日的混账东西 你听着 今天晚上面对面跟你说话的 不是我刘正言和苗赋 而是二十万精兵 数百元猛将 只是你的眼睛里只看得见女人 却看不见杀机 赵王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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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上 你们要干嘛 放开他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你写下罪集诏 废帝退位 朝廷立你的小儿子登基 由孟太后捶帘听证 就这么多 就这么多还不够吗 朕自即位以来 所辉不至 走强底欺礼 是天下愁苦 不可追完 朕不仍生离头胎 训位已告天下 王送经 自此秀义 不再兵戎相见 夫人 夫人 外面有大批的官兵冲进来了 不再兵戎相见 不再兵戎相见 夫人 他们是来干嘛的 请韩夫人跟我们走一趟 你给我滚过来 快走 滚过来 来 来 喝 走 韩夫人到 走开 韩夫人 今天真是多有得罪啊 韩大人一直是我等武将心中敬仰的前辈 这几日京城会有些动荡 我们是担心韩府遭贼人攻击 所以特请韩夫人到宫内来避一避 两位大人的一番心意 梁洪玉先带将军谢过了 既然韩夫人不怪罪就再好不过了 来人 替韩夫人安顿一下 是 骂 刘大人 我有一事要与你商议 韩夫人请说 自康王继位以来 虽然时时高呼要北伐 却始终没有付诸于刑 朝廷内的事 韩将军也多次与我提起 他常年南征北战 麾下重将领奋勇杀敌 不畏死伤 求的就是为宋朝夺回师徒 可是 朝廷却屡屡托辞 不肯动兵 这怎能不叫人心寒呢 韩夫人所言 真是聚聚到处我们武将的心事啊 近年来 我身居京城 对康王重用唤臣一事 也有所耳闻 听闻他昏庸无能 不理朝政 百姓都对他怨声载道 绝黄河一事 更是让民怨四起 今日 两位大人的所作所为 在我梁洪玉眼中 乃是一大义举 是为天下百姓造福啊 韩夫人 果然是深明大义 实不相瞒 韩将军 其实也早有反应 这是苦无机会 两位如果愿意让我带信给她 她应该会追随两位 韩夫人所言 正合我们心意 但这路途不遥远 夫人不如先将孩子放到我们这儿 我们会派专人照顾她 我也不想幼儿随我周车劳顿 然而小儿少年幼儿还未断奶 留在这里让两位大人照顾 恐怕不大方便 两位若是怕我路途奔波 大可派人与我同去 好 韩夫人真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来人 背马 护送韩夫人去袖手 是 驾 好 夫人 为何停车啊 夫人 走 走 驾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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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你这次过来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京城 出大事了 苗傅与刘正眼 带领手下叛变 身衣入宫 软禁了皇上 强行要他下招让位 皇上可还安好 人在何处 听宫里的内线说 皇上赞押大佬 来人呢 在 方姓哥 是 大哥 大哥出事了 这是韩家军所发的飞鸽传书 饭鸽传不许 神 皇上 来人 在 把王贵扭稿杨在兴 叫到前庭一事 是 大哥 韩将军已经决定带兵去临安秦王 还号召各地的守军支援 我们去还是不去了 杜帅 韩世忠传信给了各路将士 号召秦王 现在各路将军纷纷响应 那我们 什么纷纷响应 除了刘光氏去了临安 其他人等都是嘴上热闹 根本没见什么动向 那我们 那杜帅的意思是 等 大家都在等 我们也别着急啊 临安的局势 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要不我们也学别人 表面响应韩世忠的秦王号召 但实际按兵不动 静观其变 来 演戏就要真演 不可全军出动 也不可不派一兵一卒 我准备派出一队人马投石问路 如果韩世忠刘光氏赢了的话 那我们便是秦王的功臣 如果苗父刘正燕赢了 我就接受着右丞相之职 还是杜帅英明 这样即使两拳之策 但不知杜帅派哪位将领前去临安啊 报 禀告将军岳飞求见 是 快快有请 是 岳飞参见杜帅 免礼免礼 看座 谢杜帅 来 离安之危 想必杜帅已经知晓 我已经收到韩将军的书信了 不知杜帅做何打算 皇上有难 皇上有难 做臣子的自当火速前往救战 不过 离安固然紧要 汴京已经归了金人 这件康城 行事也非常紧张啊 如果我们大举进犯 敌人就会兴兵南下 敌帮外患不可不防 肖强之祸不能不出啊 如果杜帅信得过岳飞 就请杜帅准许岳飞 帅本部人马前往临安秦王 岳将军 秦王是要紧的事 杜帅本该亲自领兵前往临安 但影下 这形势不容杜帅亲自动身啊 若是皇上日后问起杜帅 为何不亲自领兵前往 等不知岳将军将如何回答 岳飞是杜帅的手下 岳飞前往临安秦王 等同于是杜帅前往临安秦王 杜帅虽身位在临安 却无时无刻 不忧心皇上的安危啊 你能明白我的苦心实为难得呀 这样 你就带本帅前去秦王 末将遵命 等等 火速回鹰点兵 马上出发 是 此次临安之行 免不了要兵戎相见 你看你刚生了孩子 有日夜赶路 身体还未恢复 我看不如留下来 休息调养吧 官人 你应该明白 越是危险 我就越是应该陪着你 论武功 论谋略 这两个人都不是我对手 所以说 娘子你不用再急 再说 怎么现在已经有了燕了 将军 燕安若是明白这前因后果 相信她不会责怪我的 更何况 我与将军 还要一起白头偕老呢 我随你一起去 相信她们不会有戒心的 好 咱们俩一起去 来 吃饭吧 皇上 你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 身体要紧 你还是吃一点吧 朕一直在想 二生在北方 悉数不易 朕也在思量 老百姓终日流离失所 朝不保夕 东荡无处 朕当初要当这个皇帝 就是想改变这个势 这眼下的情形 真是有幸无利 皇上只要能等 能忍 终有一天 你会完成你自己的理想 好 一天小意思不成敬意 还望你心个方便 我想见见皇上 那边 好 你可快点时间不多 多谢多谢 皇上 皇上 我是秦桧呀 秦桧 皇上 受苦了皇上 秦桧 你怎么会来这里 皇上 为臣罪该万死 我竟然没有造一点识破 苗流二人的脊梁 是一致死 你也不必自责了 朕问你 这几日 朝堂上可发生什么事情 皇上 这几日没有上朝 说是原有太后 她不愿意垂帘听政 还有啊 韩将军 已经传信给各地的守军 不如就会带大兵 来惊胜秦王 韩世忠 为臣特来给皇上报信 就是希望皇上在这里能够放宽心 暂时忍耐几日 这几个逆贼 不会笑张太久的 秦桧呀秦桧 在这监狱里 每天都有人很冤枉 今天到了这部天地 也许唯有做错的地方 皇上 如果有做错的地方 那就是你 过于信任武将 自我大宋开朝以来 一向都是中文清武 若是那些武将 一旦谋犯 比起文官来 可危险得多啊 秦大人 事先不多了 好 我知道 皇上 为臣这里面有一些银两 给给给 你守着 需要的时候用 好 秦大人 好 快点吧 好好好 知道了 为臣告退 亲爱情 最后还是你最终心 皇上报仇 为臣告退 保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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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快点吃饭吧 皇上 京城的四个入口都有重兵把守 城外也有士兵驻扎 苗流二人此次兵变部署周全 想必是计划已久 现在皇上还在宫内 所以我们此次行事 一定要小心 切勿打草惊蛇 岳大哥 要不这样吧 我们兄弟几个 明日先做乔装打扮 然后再混入京城 你看如何 对 这样好过硬创 我也正有此打算 岳大哥的那张脸啊 有多少人知道啊 恐怕光是乔装打扮 不扣吧 我自有打算 东门的守将 是苗副的家里人 颇有些本事 张仙 你去吧 得令 你要多少兵马 多少都可 越少越好可否 单枪匹马也行啊 好 杨再兴 你去打西门 是 牛狗 南门归你了 太好了 俺老牛这些日子 天天领兵马 憋坏了 正好活动活动筋骨啊 北门的守卫最严 人手最多 王贵 父亲 在 你们俩给我去 诸位 明日黄昏 韩将军会亲自入宫 一旦确定了皇上的安全 他就会给我们信号 届时 我们一起动手 明日之宫 明日之室 只许成 不许败 只许进 不许退 明白吗 明白吗 明白 这梁洪玉已经去了五天了 咱们还是要不应许 莫非情况有变 各地都有人在秦王 甚至包括杜冲和张俊的部下 全都拒绝了咱们的册封 那我们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只要康王还在咱们手里 不用怕 报 禀报将军守军来报 韩世忠已回到皇城 见过二位将军 此座 上酒 来 韩某先进二位将军 素闻韩将军是个爽子 不快人 今日一见传言不虚啊 二位有如此魄力 也让韩某十分佩服 事不相瞒 当今朝廷宦官与大臣勾结 武将血洒疆场却要忍气吞声 说实话 韩某已经忍耐多时了 这么说 韩将军是支持新军的 是吗 只是不知道 新军对韩某可有加官进爵啊 有 当然有 只要韩将军愿意效力新军 高官后路都不在话下 更重要的是 北伐一事也会有说法 那就太好了 不知二位打算对康王如何处置啊 那韩将军有什么建议啊 我大宋想救君臣之道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势不成 就这么一直把他关着 又没有合适的罪名 我看反而难以服众啊 韩将军果然说得有道理啊 依韩某之见哪 不如封他一个王爷的爵位 把他贬到边疆去 既可以保存了名声 又可以无后顾之忧 二位觉得如何呀 韩将军这个办法真是两全其美啊 在下佩服 明日我就让皇上下诏了 我只是一个建议 来 喝酒 来 如果二位将军不建议的话 我有几句话 想向康王交代一下 什么话 当年他重用唤臣 韩某直言相阙 却落了个险些罢官 这口气不出 义愤难平啊 这样看来 我也有话要说 来人 在 把康王带上来 是 你们这队狗男女 死到临头了 还不忘风流啊 你们这队狗男女 你们先干什么 有什么事冲我一个人来就好了 把他带走 起来 皇上 你们干什么 快走 皇上 走 好好活下去 走 走 好好活下去 好好活下去 皇上 好好活下去 皇上 皇上 快 虽然 这不是康王来了吗 快 给康王看座 康王 你怎么不坐呀 坐呀 来人 给康王倒酒 喝吧 喝 你倒是喝呀 喝吧 康王 今天叫你来 是有一个喜讯要告诉我 喜讯 对 我们要胜你做王爷了 王爷 派你去岭南做王爷 有良天万情 不但没有生命之忧 还有朝廷的赏赐可以拿呢 好 好 好 各位大人 今日喝得这么高兴畅快 真是难得 不如让我来为各位大人 击鼓助兴 你们看可好 好 好 早就听说韩夫人是个鸡骨的高手 既然韩夫人愿意赏脸 当然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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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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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